一个法国艺术家为何对古老的皮影戏浑纤梦绕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他怎样向传统皮影发起挑战 猪胡同拜师傅 一场中西合璧的皮影会怎样演绎 外国人在中国即将为您尝谢 他叫朱里 是一位来自法国的艺术家 因为喜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 他来到中国 开始了一段追寻光影的新立场 我们的爱好为门是一种 instinct 我们所有的门是一种门 当我们是孩子们 我们玩了我们的门 所以它是一个很近的地方 很自然 很幽默 这里是北京十岔海边一座精巧的四合院 也是一个以皮影文化为主题的酒店 每周皮影师傅毛中博都会在这里表演皮影戏 毛中博从小学习皮影 是从皮影大师汪天文 有十余年的皮影表演和制作功底 今天他为观众们表演的是中国皮影最传统的剧目之一 龟与鹤 这出戏没有一句对白 全靠皮影师傅手上的表演功力 来活灵活现的操纵皮影讲述故事 每一次演出 台下都会坐满中外各国观众 在他们当中 朱莉更是每周必忘 看得格外认真 很少有人知道 朱莉竟然是毛中博的杨栗子 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土地 演出结束后 许多好奇的观众总是会到后台 来一次与皮影的亲密接触 当年 同他们一样 朱莉也曾指示着当中一个喜爱皮影的普通观众 那她和师父的缘分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呢 朱莉来自法国 是一名美术与纺织领域的艺术家和学者 第一次在博物馆中见到了中国的皮影 那精美的雕刻与斑斓的色彩 令她深深着迷 为了与梦寐以求的皮影相遇 她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 那时 毛中博是皮影主题酒店的住店表演师傅 每周有三次表演 演出一结束 朱莉迫不及待的找到酒店的负责人裴文哲 请她介绍自己认识毛中博 并提出想要拜师学艺 朱莉当时是跟几个朋友来酒店 因为听说边有一个中国传统皮影系的这么一个 觉得很感兴趣就来了 就是很好奇 她总是在问 就问这问她 但是毛毛跟朱莉她语言不通 毛毛基本就用动作来示范 但是这有时候还满足不了朱莉 好奇心我当看到她这种情形 就主动上去准她当翻译 通过这样的磨合 我们也就认识了 其实 虽然提出了拜师的请求 但朱莉自己也没有把握 毛师傅能否收下她这个养土地 没想到的是 毛师傅竟一口答应下来 如果有人想学 就是真正的就是她想学那种皮影那种文化 都可以 只要是冲着皮影来的 她喜欢 就想学 那就没问题 就是都可以教 皮影戏作为戏剧 领先了莎士比亚一千八百年 作为影像 电影晚了她两千一百年 在二零一年 皮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场 然而 尴尬的是 如此珍贵的皮影艺术 却面临后继乏人 并临失传的威胁 正因为如此 毛师傅才答应了朱莉的请求 可是文化不同 语言不同 毫无基础的朱莉 能否顺利学成皮影呢 毛师傅您第一次接触皮影 是在什么时候呢 第一次接触皮影是在98年 当时和您一起入学的这些学生 一共有多少 当时得有十多个 就是说98年 我们一起学的时候 十多个 但就是在学的过程中 都慢慢的可能不学了 有的就换别的了 我们那不 就是我最后一个 一个传统皮影影人的制作 要包括制皮 描样 雕露 上色 等时遇到极其复杂的工序 学习的困难 可想而知 毛师傅最初以为 朱莉提出拜师 只是一时的兴趣 没想到 她却真的 每周都按时前来 从一刀一刻 到上色表演 认真学习起来 那后来呢 她每周一都会来 都来 很准时 很准时 然后来学这些课呀 她学也特别踏实 那你们两个人当时语言不通 怎么交流呢 我们用语言 交流的很少 只是动用的语念 开课 然后说这些不好 然后她在 她知道 她也知道 朱莉平时任职于一所国际学校 为了业余学习皮影的便利 她放弃了学校给她安排的离校园很近的公寓 而把在北京的家 就安在了皮影酒店附近的一条胡同 就算每天上班 会多些奔波劳动 她也心甘情愿 朱莉的家就在北京后海胡同的这个小四合院里 平常呢 她除了工作之外 每天的时间呢 就是在小院里画画 做皮影 那么今天她在干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已经看到朱莉了 嗨 朱莉 你好 这间小小的四合院房间 既是朱莉的家 也是她的皮影工作室 从日用品到装饰品 满眼都是皮影元素 我觉得你们家太有这个民族特色了 非常的古朴 然后还特别有的民族特色 你看这个小桌垫还都是剪纸风格的 你很喜欢中国的元素是吗 对 这些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表演的 我想想我要做什么 就是一些设计图 是一些创意 对 这是皮影的设计图吗 对 这和传统的那些皮影非常的不一样 有的有的有 这个一点点 还有这个 这个是传统的 可是他们不做皮影 他们都这样 看到 这是传统的 鬼族的蓝 它和它是一样 是苗族的龙 苗族的龙 对 然后我想做一个皮影跟它 原来他们在画面上这些静止的图画 一下子在你的皮影戏当中都冻起来了 现在你住在北京胡同里的老四合院里 你喜欢那的生活吗 是的 我爱我的家 我的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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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活 可能是一般的生活 我用我的鞋子 去旅行 我和我的邓人 然而 朱莉在胡同里的生活 也并非一帆风顺 四合院里 琐碎的生活细节 经常会让她手足无措 今天 管理员留下的水费单 就让她不得不向邻居们开口求助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你觉得你可以帮助我 我需要 就是我的 我的水费 可是我的卡 交水费 不能用 对 我给你钱 可以 也可以 你有那个银行的 银行卡吗 上网也可以 不是这样 我觉得以前 别的人帮助我 我觉得你 你就是要 给他们打电话 然后 打电话 好 你不知道也没事 你还没 没付钱 我一般都是用手机 手机上网交 上网交 好 我就 我就在这 你可以 你有空的时候 你可以 我是一个人 好 没问题 好 你叫什么 魏南 我叫朱莉 朱莉 朱莉 谢谢 第一次求助魏火 朱莉又遇到了一位热心的阿姨 我可以给你钱 你可以 可以 可以 可是不知道这么 可以 这是这个月的 就这次的 不知道 我都看不懂 就是四十元 四十元 可以给你 不好意思 六年以后 我还有这个小文琪 我来帮你 谢谢 不客气 好 你好 baby羊有吗 baby羊 行的有 好 那一个 解决了胡同生活中的困难 一心学艺的朱莉 更加信心满满 然而 接下来的学艺之路 真的会像他想象的一样 进展顺利吗 传统创新 观念胖壮 师父这么教的 就得这么学 师徒之间 徒生隔阂 外国人在中国 精彩继续 今年已经是朱莉 在北京生活的第五年了 这五年来 学皮影 做皮影 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生活 语言不通 文化不同 中国师父 法国徒弟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今天 朱莉来到了 位于中国美术馆的 美术用品商店一条街 想为自己创作的皮影 选购一些制作材料 语言不是 杨人的 美术馆的 地编 国徒 default 的音乐 武器 如果预养 原来让你学习立所 他们都得到 中国人都得到 计算 计算 老实 厉害 但是不要用布,要用塑料跟纸。 做皮影,这太酷的感觉。 对,太暖了。 这个,这个很好看。 我要买两个厚的,两个薄的。 中国传统皮影一般都使用牛皮、驴皮等瘦皮制作。 经过十几道工序加工,过程极其繁复。 而朱莉选择的材料都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似乎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皮影制作材料。 这个多大? 这个是三尺的,你要多大。 我看看你这个,你这个还是那种那个, 上面带那个亮点的那种,是吧? 对,有。 你不知道做什么,对吧? 不知道。 我要做皮影,我是要同名的,同名的这。 面对收货源的不解,朱莉却显得十分兴奋。 她的灵感究竟会推过这些塑料和宣纸, 怎样实现和表达出来呢? 那天你去美术馆买了很多做皮影的新的材料, 但是有很多都是塑料啊什么的, 为什么你会想到用这些来做皮影呢? 这个是我们正在工作的新的节奏, 这就是一个混合中的一些传统的形式, 一些是有证据的。 我们的镜头是一样的镜头, 它不是一样的镜头是製造的。 人们不会看过皮影, 他们会有印象, 那些镜头是在桌上的镜头。 买好了所需的材料, 朱莉的心系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和制作。 今天,朱莉遇到了一个制作上的技术困难, 她来找毛师傅, 想要向她请教。 我觉得我想做一个很大的眼睛, 可是我不太理解她这么做, 我想她管, 很大开, 中国传统皮影的眼睛都是用线条表现, 而且都是静态的。 而朱莉这次想做一个立体的大眼睛, 还要表现动态的动作, 这可是有些难度。 我们知道这几天你们一直在研究一个眼睛, 要把它做成这样能开合的状态, 而不是眼周的转动, 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眼睛? 只是一个新的想法, 眼睛在影响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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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 所以在这节目中, 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大眼睛, 它是灯的, 而你能看到这一眼睛, 因为其他人都很暗, 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眼睛, 这一眼睛在你展示, 和这一眼睛在你展示, 眼睛在你展示, 眼睛在转动, 甚至眼睛在移动, 我认为这一眼睛很美, 这个东西很难吗? 这个可能就是要牵扯到皮影的另一个门档, 它可能就是属于装钉, 也挺难的, 有一些小机关, 小技巧, 也比较有意思, 然后对我可能也是一个挑战, 我也是在尝试, 尽量帮他把它做好, 试一下, 把这个做一个实验, 用这个皮筋, 在扫子用的时候, 走开, 别看现在朱莉和毛师傅的相处如此和谐, 在相识之初, 他们之间却曾有过很深的隔阂与矛盾, 当时, 随着学艺的深入, 从小一直受西方艺术熏陶的朱莉, 开始对传统皮影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试着绘制创意皮影, 这让从小受传统教育的毛中博, 感到十分不悦, 无法接受, 试图间的矛盾和不和出路端倪, 一开始的时候, 你对他有些地方不是特别的满意, 那就是说他刚开始弄那些塑料的, 或者是小玩意儿, 我就觉得你这个不是说真正的皮影, 首先你的材料就不行,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矛盾, 朱莉是想用她的戏剧创作, 是通过塑料板来剪出比如说人形或动物的形状, 而自己的肢体是不能动的, 只是在屏幕上摆出一些造型, 或者是简单挥动一下, 这点毛毛是觉得要做类似于皮影动, 就是一定要让她非常神似, 那这个观点在两个人磨合了一年。 在此之后, 朱莉对创新的尝试乐此不疲, 她收获了欢乐和源源不断的灵感, 但她的这种创新, 却始终不被师父所接受和认可, 觉得她这是玩闹, 就在她又一次未按传统吃干方式操纵皮影时, 师徒间的这种隐隐的不满和矛盾, 终于爆发出来。 我听说在演出的时候, 你还打过她。 对, 因为她那时候刚学嘛, 刚学我可能就教她, 我说这个左手啊, 拿这个杆, 右手拿这两根杆, 然后她有时候可能就会弄错了, 然后有时候说她呢, 她记不住啊, 然后就可能就拍了一下, 她可能是不是从心里就觉得, 我哪个手拿哪个都无所谓啊? 对, 她们我觉得是可能就是无所谓, 甚至她有时候可以用嘴叼一根杆, 然后一手拿一个, 她都说这样没什么也行。 但是在你不这么看, 一定要是哪个手就拿哪个, 拿哪个就是该拿哪个。 师父这么教的就得这么学, 然后你会传统的了, 那你以后乐于创新, 哪怕你就把腿啊什么都用上, 我也不管你, 你可以自己再研究, 但至于嘛传统你也会。 我现在去韦州, 2014年夏天, 就在师徒间僵持不下的时候, 朱莉和师父受邀, 一起来到乌镇, 参加乌镇戏剧节。 当时, 朱莉和朋友们一起创作了一部, 融合了贵州蜡染元素的皮影戏, 《前行》。 新奇唯美的表演, 获得了戏剧界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让毛师父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 也开始有了新的思考。 他怎么说服你家属这个戏当中的? 就是因为当时他可能就是找到我说,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这里头可能也有你的一部分故事, 就是说关于你皮影, 自己皮影的这段故事, 然后我一想, 可能在这个酒店待的时间久了, 然后接触的外国人也多了, 可能和我之前那些传统的一些观念就开始, 就不是那么固执了。 那你是怎么收复毛毛家属进来和你一起表演? I don't feel like you can push or pull or attract, right, there's no glory into that, there's no money into that, there's no fame or there's nothing shiny, there's none of that in what we do, but there's something else that I think we all know, is that when you do something, you really care about, you really love, and you know how important it is。 石头二人因前行这部戏的契机, 开始从观念上的分歧, 变得越来越默契。 多年来一日困扰毛师傅的传统皮影市场小, 传承难等等现实问题, 也似乎在自私乌镇之行中, 获得了启发和方向, 于是他决定支持羊土地, 加入其中, 共同完成这部中西河壁的皮影戏。 这样抽象的表现形式, 真人与光影的结合, 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皮影的局限。 和传统的真的差距太大了, 他甚至可以钻到目前, 他还可以用真的人去演。 他的一些东西可能就跟现代的结合得比较紧一些, 然后容易和年轻人采成共鸣, 就通过这个戏, 我对他的一些创新可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我就觉得这不一定是坏事。 其实我现在也好像也就是也不想那么多了, 什么传统或者不传统, 只要说这个能就是给观众带来快乐, 就是观众认同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东西。 褒奖无数却遭遇市场朗络。 想我们演一个斗鸡, 可能要五个演员, 前面观众可能就上三个了。 皮影之困, 路在何方? 在中国, 精彩继续。 随着时代发展, 在各种现代娱乐形式的充气下, 这些灯光下灵动的身影, 渐渐成为了挂在墙上静止的收藏。 朱莉发现, 每周前来视察海皮影酒店看表演的观众当中, 外籍观众明显表现出对皮影更大的兴趣。 那和你交流的一般会是什么人? 都有, 反正酒店的客人, 就是外国人, 中国人, 就是大人, 小孩都有。 中国人和你交流的多, 还是外国人和你交流的多? 从那个整体来说, 可能外国人, 他们更喜欢一些, 就更感兴趣一点。 那在社会上演出的时候, 有没有观众很少的时候? 夏宵演出, 假如我们演一个斗鸡, 可能要五个演员, 然后前面观众可能就剩三个了, 两个了。 这种情况下, 朱莉也开始思考中国皮影所面临的尴尬局面, 也开始体谅到了毛师傅一直以来的困惑与担忧。 于是, 她在和师傅学习之余, 开始运用她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优势, 向越来越多对皮影感兴趣的外国客人介绍皮影。 在皮影主题酒店呢, 很多外国朋友会对皮影感兴趣。 我看到现在呢, 朱莉就在交一位外国朋友画皮影, 我们也一起去看看, 一起来学。 现在是正在画, 是吧? 我们来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这么小的一个头肠, 我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比想象当中的难好多。 我都太紧张了, 不敢让师傅来检查。 你觉得怎么样? 好像第一次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过去来说是不这样, 就是刻皮影剩那些比较碎的皮子, 就把那个皮子熬成胶, 那要做什么用呢? 然后把颜色倒到这个里边, 就是胶和颜色混在一起。 不是这个咱们现在看待的这种颜料? 不是这种颜料。 然后拿毛笔上的时候, 就是笔沾上这个颜料, 不是晚上直接画, 不沾到皮影, 对, 所以笔尖不能碰到皮影, 然后保存的时间会更久。 这是咱们现代的一个画法是吧? 现代的。 比较快一点, 这是体验才这么画的, 那是传统的, 应该是熬椒来画。 对, 传统的在熬椒。 在朱莉的影响下, 她的一些朋友, 也开始对皮影产生了兴趣。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从事着不同的职业。 智序相投的几个人, 便组成了一个皮影兴趣小组, 经常定期凑在一起, 交流, 切磋。 这个周末, 朱莉一早就前往附近的市场买菜。 今天, 她把几位小组成员邀请到家里吃饭聚会。 为此, 她特地准备了丰富的食材, 打算好好一展厨艺。 阳光, 美食, 好友。 大家一边享受惬意的午餐, 一边聊着各自的灵感, 共同出谋泡泽, 商量着即将要开始制作的新的皮影系。 古老的皮影在几个喜爱她的外国人手中, 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 我认为, 我认为, 不 matter what is the theme of the project,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me is that we are from seven different countries. We all have our own language. We all have different stories. And we all decided to come to China for similar reasons. 除了身边小范围的交流切磋, 朱莉也在为皮影的未来进行努力。 平日里, 朱莉在一所国际学校当艺术老师, 教师的职业让她更懂得传播的价值。 她知道, 自己可以为皮影做的最好的事, 就是影响与普及。 于是, 她把钟爱的皮影也带到自己的课堂当中。 朱莉的学生大部分都有在国外生活的背景, 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中国传统文化。 朱莉作为一个外国老师, 却致力于将她所知道的皮影艺术知识, 用生动的教学方式, 为孩子们打开一扇艺术鉴赏的大门。 那天我们在课堂上看到你教给孩子们关于皮影的很多东西。 为什么会想到要给孩子们上皮影课? 所以, 有两个原因。 一是, 一是, 一 by itself shadow puppetry is a powerful media it mixes light and and motion and form so there's there's a lots of good reason to teach shadow puppetry it's a group project and the other reason is my students their blood is Chinese right they are from Chinese descent but most of them grew up outside of China and they didn't really have a chance to be exposed to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I hope they will be sensitive to their own culture this way 在这些光影舞动间朱莉将她的皮影梦变成了一颗种子种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上 希望这门古老的艺术能在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当中再次焕发新生 迎接蓬勃的未来